天水維西鐵站附近有一個新的屋苑平鷹苑開始入伙 這個屋苑近住巴士總站有一個小商場 裡面有麵包店、超級市場和便利店等基本市民所需的店 在這個商場裡面也開設了三間餐廳 分別是一間翠河、一間中式餐廳和一間西式餐廳 裡面還有一個街市叫做鮮匯站在2019年6月才開設 裡面設立一個Food Court 今次就介紹這個Food Court裡面有什麼食物 在這個街市的大門口走進去轉左 會見到一間麵包店 這間麵包店的麵包是用日本麵品做的 也有麵包店、蛋黃餅等等 也有不同種類的甜品 這間上限就是賣燒餅 燒麵包店、燒肉、燒鵝、雞 這些都可以買的 而這間加上麵飯就是買飯菜 你可以選擇買正菜 或者買兩菜菜 或者三菜菜 作為你的午餐或者晚餐 而這間隨興竹餅 顧名之間就是賣竹餅為主 有機會的話我也想試一試一間的蛋腸 這間木人行就是以賣台式和港式的飲品為主 同時也有售賣花鱗和餐飲品 而這間月吧就是吃越南菜的 包括炒粉麵飯和小食 有型小廚 這間以茶餐廳的食品為主 有炒粉麵飯 每天都會提供不同類型的炒粉麵飯 和一些港式的飲品 例如咖啡奶茶、鴛鴦、好立刻、柯華田等等 平常車仔麵 這間就是吃港式車仔麵 你可以選擇兩菜麵或三菜麵 最後就是軍水 這間就是義麻辣湯和松型酸辣粉為主 同時也有港式小食、村菜和兩碗小食給大家選擇 在這間店裡有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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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店裡的招牌的風格都是一樣 相信都是先回集的要求 因為就連街市部分的當餐和招牌風格都是一樣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裏 下次如果有機會再試這個FoodCourt的食物 我就會再和大家介紹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和分享我這條頻道 記得按讚和讚和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